翻身 飛踢 樣樣都來 26歲的伍迪找到特技演員的一片天 原本在大陸擔任產線經理 月薪5萬保持住 但責任制壓力超大 每天都超時 聯絡過後再做一些隔天工作的安排 那結束了之後也大概以前就8、9點 還因此爆肥15公斤 就是因為責任制的隱形工時 加上一粒一收現在修法 又要松板工時 讓上班族叫苦連連 也讓35歲的Jessica很困擾 可能我一回到家 然後才洗個澡而已 但是我的LINE或者是其他的群組 工作群組就會一直想個不停 擁有英國碩士學歷的她 因為孩子決定轉向出版業 原以為週休二日可以陪伴小孩 但忙不完的案子卻也是天天加班 曾經忙到半夜11點 只能視訓看著孩子哭鬧找媽媽 我的工作量就是有增無減 所以就算我有補修 但是我的補修不見得可以修 就怕隱藏加班黑數不算時數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六成七的上班族會把公事帶回家 二成七經常性在家加班 每週隱形工時平均9.7小時 高階主管更長達13小時 12小時起跳 就處理不完也是要自己花時間嗎 跟客戶那邊談話的時間 沒有準時結束 那就會比較晚 那這個時數公事就不會 加班似乎成為常態 新版的立修將每個月的加班時數上限 從46小時調高至54小時 七成五上班族表示會受到影響 還有八成六的人想離職 包括一成一的人已經辭去工作換環境 整部法定看起來 它是向資方跟勞方互相妥協 勞資會要怎麼開 那資方跟勞方方面怎麼樣來協調 但這部分還要報請主管機關 那這是一條活路 新版立修對勞資重方讓步 但能否真正解套還是要看政府智慧 東三產階新聞 李李玲商博翔 台北報導 你 dryer的 改gon不斷 改gon不斷